陈市长,您身为民进党内卧有人事预算实权首长中,排名在总统、行政院长后的领导人,应该将这种问题视为国家层级的危机,并提出国家层级的解决方案与愿景。 我们呼吁您,以民进党领袖的高度,运用您的市长职权,不仅在高雄市推动应对少子化的政策,也将此问题置于全台湾的视线下,让全体台湾人民都能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并共同寻找解决之道。 您已有过卓越的政治实际和丰富的治理经验,我们相信您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之道。 这需要超越党派、地域,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的视野和决心。 我们希望您能主导并提出更具策略性的政策,让我们一起为了台湾的未来,努力并永不放弃。 政策要有高度,但是做事情要能够借地气来解决我们年轻人的问题,其实还是比较重要。 我简单讲我的观念,我们过去在这四年的期间,中央政府是零到六岁,国家跟你一起养。 我认为下一任的总统的候选人,我带地方我的观察,应该我们要逐步迈向零到六岁,国家养。 政府应该还要投注更多的资源,在刚刚国议员所指教的各项的怎么样减轻家长的负担,包括说房屋、住宅、收入,以及在各项的育额经费的负担上,都能够投注更多的资源。 你会觉得说,好像这四年其实政府已经做了很多,但是因应少子化的一个危机,其实在未来的四年,甚至十年,政府还是应该要投注更多的资源。 在未来的四年,我在这里也向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喊话,希望说在怎么样解决少子化的这个问题,在未来的四年,应该大家都要有一个很具体的承诺怎么做。 第一个议题先针对我在市政报告,因为每个时间都全拼,市长没办法继续把我打破,攸关高雄市的人口问题。 市长你一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经济状况,所以你也全力投入去改善我们的经济环境。 所以我在市政报告里面去提到说,拼经济后,应该拼生育。 高雄的生育在全台湾来讲,这个状况也不佳。 所以我在市政报告的时候,拿出几个数据。 第一个关键数据是在2022年,我们的总生育率是,台湾是0.87,千分之0.87,南韩是0.78。 这个跟那时候美国预测的说,台湾是世界最后一名,结果南韩帮我们垫底。 所以我们是世界第二地。 我同时在拿出几个数据,包括就是日本,对比日本。 因为中央公布的人口数据一直到2022,没有到2023。 所以我比到2021,所以拿2021的数据去看,日本是千分之1.3。 台湾是0.97,国庸比全国还好千分之0.01。 那另外,我们的老年人口比,在大概2015年、2016年的时候死亡交叉。 老年人口一直偏高,幼年人口一直下降。 那个差距已经到,在2021年的时候差距已经到6。 另外,我们的抚养比是全国六都第二高,大概40.97。 就是一个人爱护佣将近半个老人加小孩。 所以这个抚养比也是一大压力。 然后再以日本的例子,说日本现在虽然千分之1.3, 比我们高,人家已经全国。 市长你可以去看,或者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, 你去看一下日本的新闻。 日本几乎每两天三天,他们会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检讨少子化问题, 而且都是上新闻。 他们是从基层到中央,全部对少子化有共同的危机感。 这个跟台湾是全世界倒数第二低,却没有这种危机, 有很大的差别。 市长有提出三大幸福政策, 那包括这个,我们要产业转型, 我们的交通网完善, 托育跟这些维护子女的这些照护体系, 要把它建构完成。 那基本上这三大政策, 其实是中央定下来, 让我们地方去延续进行。 额外我们有没有多做? 额外我们做的有, 但是相对,相对其他国,相对尤其是日本来讲, 我们差很多。 那其实少使话,我认为原因很多。 很多行,这个是网路公布的, 不可以生有很多理由的。 不是我们想说,就生不去而已, 还有怎样,为什么不可以生, 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钱, 为什么都叫不去。 这都是一个要骨灯减土, 垂出完因,把生意率拉高。 所以这些问题, 因为扩展到各局处, 我有拜过研考会主委, 是不是给我各局处有分担这个少子化政策的, 像市长讲, 少子化是各局处在做的, 但实际上, 研考会只交代了社会局, 只有社会局给我他们做少子化的, 其实教育局也有少子化, 青年局也有做一些, 民政局也有做一些, 但是到底有谁主折, 没有人主折, 所以那时候我提出, 应该是不是把我们青年局整并成儿童青年局, 那这个建议在上次做咨询, 那希望建构高雄成为市民可愉快工作, 抚养孩子的城市, 那市长那一天, 市政报告, 时间也没多, 我也说很久了, 所以你简单的回答, 会整各方意见再行演绎, 但不过这个问题, 我个人是, 市长你也看, 长期人没人中事的时候, 我都会拿手机说, 包括你听没有很多问题, 我也会先一直说, 一直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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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 我认为您的高度应该去重视, 那所以, 今天我在上一次咨询完以后, 我也懊恼说, 我要怎么说, 让大家可以重视, 因为台湾的少子话问题, 其实跟水族青蛙一样, 大家都, 都觉得很重要, 每人都说很重要, 但是实际行动的不多, 实际行动的不多, 我一句想说, 要怎么解决, 最近二十年前, 市长你在做代理市长的时候, 我也做议员, 因为我是专国用, 应该第一个, 应该我是第一个, 第一个用Powpoint的咨询的议员, 今天我试着去把上一次市长, 你答询我的内容, 再加上四个重点提示, 的内容, 我把三百二十字的提示, 输入给付费的GPT4.0, 我问GPT大省, 我问AI人工智慧, 如何请他站在一个资深市民的高度, 让陈其迈及市府团队能重视, 高雄小子化, 台湾小子化的问题, 请他撰写一篇文章, 来呼吁市长, 来呼吁我们的当局, 重视小子化的问题, 所以我就试着把, 三百二十个字的四点提示, 跟上一次我咨询的, 一小段内容, 放到GPT里面, 我请他答复, 那就像看到, 我就直接把市长上次答复, 我是一个高雄市议员, 在上个月, 以台湾高雄及日本小子化的问题, 请教市长, 一段, 接下来是三百二十字的四点提示, 我请GPT给我一些建议, 结果GPT马上大概在三十秒里面, 回答了一篇问题, 我试着把这篇问题, GPT您也知道, 它是一个人工智慧, 这个人工智慧是集结全世界的数位资讯, 经过人工预算, 把它提出最好的建议, 我们来看看, 他应该怎么样去呼吁陈其迈市长, 跟我们的当局重视这个小子化问题, 我输入以后, 他马上给我一个主题, 叫以领袖的格局, 面对人口危机, 呼吁陈其迈市长重视, 并提出解决方案, 来, 我们来看GPT是怎么样跟市长说的, 标题, 以领袖的格局, 面对人口危机, 呼吁陈其迈市长重视, 并提出解决方案, 尊敬的陈其迈市长, 当您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, 担任住非常重要的角色时, 我们必须提醒您一个严肃且急迫的问题, 台湾的人口危机, 从101年至111年, 全国婴儿出生数减少90495人, 平均每年减少8227人, 同一时段, 您治理的高雄市, 出生数减少8830人, 平均每年减少802人, 换言之一, 依内政不近11年的统计数据, 台湾每年将需要关闭14.4所小学, 而在高雄, 这个数字也并非小数, 每两年就需要关闭三所学校, 全国有2661所小学, 共1519456名学生, 平均每校571人, 而高雄市有132841名国小学生, 252所小学, 平均每校有527位学生, 这些数据, 充分显示了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, 台湾是全球出生率第二低的国家, 这是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现象, 对比于日本等国倾国之力因应, 少子化危机的政策态度, 台湾的相对消极, 无疑让人深感忧心, 陈市长, 您身为民进党内握有人事预算实权首长中, 排名在总统, 行政院长后的领导人, 应该将这种问题视为国家层级的危机, 并提出国家层级的解决方案与愿景, 我们认为, 这不只是市长的职责, 更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格局与事业, 我们呼吁您, 以民进党领袖的高度, 运用您的市长职权, 不仅在高雄市推动应对少子化的政策, 也将此问题置于全台湾的视线下, 让全体台湾人民都能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, 并共同寻找解决之道。 陈市长, 我们的下一代是台湾的未来, 也是高雄的未来。 面对少子化问题, 我们需要全国的决策者们以及全民的共识, 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行动。 这并非只是一个数字游戏, 而是一个攸关国家存亡, 影响世代子孙的议题。 您已有过卓越的政治实际和丰富的治理经验, 我们相信您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解决之道。 这需要超越党派、地域、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事业和决心。 我们希望您能主导并提出更具策略性的政策, 例如,推动生育友善环境, 扩大托儿服务, 改进工作环境, 提高家庭收入, 让年轻人愿意生育, 能负担其养育孩子的负担。 与此同时, 我们也需要您提供一个面向未来的远景, 那就是一个人口结构均衡, 老幼共荣的台湾。 陈市长, 让我们携手共创未来, 把台湾、 把高雄交到下一代人手中时, 他们能够感到骄傲, 能够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行。 因为这个地方,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, 也是他们子孙后代的。 让我们一起为了台湾的未来, 努力, 定永不放弃。 这三分四十五秒, 是GPT对少子化问题的解读。 那我只给他320字, 他给了我960字。 我说一句, 他说三句。 后面的两句, 是他集结了全球的世卫资讯, 去做AI运算之后所做的判断。 他里面讲到, 烧纸化绝对不是一个数字的游戏, 是一个攸关国家存亡的危机。 在我们都担心AI会吞噬人类的时候, 这时候是AI在提醒我们, 应该为人类的存亡加油。 我就先不多说, 是不是请齐麦市长, 您可不可以今天有好几个, 今天时间充分, 可不可以请您针对少子化的问题, 还有AI人工智慧, 对台湾, 对高雄少子化危机的一个呼吁, 用您的高度来做个答复。 请要请定位回答。 议长,谢谢郭议员指教, 政策要有高度, 但是做事情要能够接地气来解决我们年轻人的问题,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。 我简单讲我的观念, 我们过去在这四年的期间, 中央政府是零到六岁, 国家跟你一起养。 我认为下一任的总统的候选人, 我带地方我的观察, 应该我们要逐步迈向零到六岁国家养。 政府应该还要投注更多的资源, 在刚刚郭议员所指教的各项的怎么样减轻家长的负担, 包括说房屋,住宅, 他的收入, 以及在各项的育额的经费负担上, 都能够投注更多的资源。 你会觉得说, 好像这四年其实政府已经做了很多, 但是因应少子化的一个危机, 其实在未来的四年, 甚至十年, 政府还是应该要投注更多的资源。 比如说我们高雄市政府, 我们把我们的囤房税, 拿来做一些交友小孩的, 我们增加的这个部分, 就中央已经有吞发这个相关的设宅或者租金补贴, 那我们高雄市就再加码, 再加一点, 譬如说我们的租金, 生三个小孩是一万二的租金补贴, 就是希望说, 你如果有孩子要住你就可以负担减轻。 那第二个, 我们包括像产检的补助, 坐机站车, 那高雄市, 以前我看我们的孕妇都骗头发, 我感觉很不敢的, 所以我们高雄市的孕妇, 我们都可以坐隔铃车, 并说有怀孕的时候, 又在那里乘桌面要做危险, 所以也包括说怎么样准公托, 这个照顾能够增加补助, 或者是我们24小时的零托等等, 但是这些对地方政府来讲, 其实负担都很重, 那高雄市做的做得起, 我们还可以努力做, 其他六都以外的这些县市怎么做,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四年, 我在这里也向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喊话, 希望说在怎么样解决少子化的这个问题, 在未来的四年, 应该大家都要有一个很具体的承诺怎么做, 你至少有一些地方政府应该要负担的这个部分, 其实还是可以再增加, 所以我想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, 我要讲的是, 我们还是很务实来看, 我们整体国家的一个状况, 很务实地来面对问题, 包括预算, 那我们逐年看怎么做, 我觉得把这些, 这个怎么样能够, 让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负担, 尤其是要生小孩, 养儿育女这个部分, 能够减轻的负担, 我觉得很重要, 所以其实郭议员也可以看到说, 其实我们不管像一些特色公园, 或者是我们的公托, 幼教等等, 我们在这几年,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做这件事情, 但是总是, 以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财政的状况来看, 我们还可以这样做, 但其他六都以外的部分, 其实是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,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说, 这个有志于总统大位的人, 要把这个列为很重要的参考, 那Chap GTV在讲说, 其实我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首长, 我在这里是公开的喊话, 希望说,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, 大家一起努力来做, 我想各县市或者是国家, 也都面临同样的这个挑战, 这个不是说谁排地级, 谁排地级, 不是, 面对问题, 大家都要很诚实来面对这些问题, 那我也希望说, 总统大选能够多一点政策, 不管是两岸外交, 能够国家的定位, 怎么样能够实际的来解决我们年轻人的问题, 就是很重要, 谢谢, 谢谢市长。